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牛都斗过法 尤其是跟诸葛亮的斗法 堪称九死一生 陪着这么多顶级牛人练习 就等于练成了西星大法 什么阴谋 阳谋 诡计 妙计等都融会贯通了 故而三个条件一综合 司马懿成为了三国终结者 不过话又说回 司马懿虽最终终结三国 却是在曹爽主政时期才蒙发和实施的 而他跟着曹操 曹皮和曹瑞时还真没有过啥妄想 那么司马懿在三曹手下时 他最怕谁呢 司马懿怕曹操吗 应该不怕 因他那时地位太低 根本不入曹操法眼 论谋略 曹操手下五大谋士中任何一位都碾压司马懿 论武略 直到曹操去世 司马懿都没捅过一兵一卒 司马懿只在曹操晚年时才以后被人才佼佼者的身份 被曹操发掘并锤炼 如跟着曹操去汉中奏刘备的 显然曹操当时的意图 是要把司马懿和刘烨这两位留给曹丕 这种情况就注定了司马懿不怕曹操 相反曹操却忌惮思马懿 比如曹操说 司马懿非人臣的模样 恐怕早亡图谋不轨的 但曹操这句话的正确理解方式 并不是针对司马懿的 而是针对门阀士族 一则 之前巡遇是门阀士族的带头大哥 给过曹操一个教训 逼得曹操杀了巡遇 这自然就让曹操更加忌惮门阀士族力量 二则是 曹操提拔起来的后辈人才中 最著名的有两个 一个是刘烨 一个是司马懿 其中司马懿俨然有了新一届门阀士族带头大哥的模样 此刻 就算曹操想杀司马懿 也要犹豫不决 因为巡遇和杨修之死 余伯一在 这一切就注定了曹操不敢 也不能再对门阀士族开杀戒了 故而只能拎出司马懿 这位门阀士族的佼佼者说是 告诫曹丕 咱老曹家跟门阀士族之间一直不对眼 既要用他们 更要防范他们反咬咱一口 那么司马懿怕不怕曹丕 也许是受军事联盟的影响 许多人都说曹丕跟司马懿是铁哥们 但实则曹丕真正的铁哥们是曹真和夏侯上 其中尤其是夏侯上 曹丕都敢对他这样说 兄弟 你就随便作为作福 我给你杀人活人的权利 那么曹丕为何这么看重夏侯上 小编认为 曹丕是想把夏侯上培养成门阀士族的死对头 他躲在后面罢了 可惜 夏侯上实在担不起这个重任 而曹真则是新一代将领的领袖 司马懿和陈群主要协助曹丕处理朝政等 一直在曹丕眼皮子底下 而当时的司马懿也根本没有啥反心 正完命替曹丕干活 是曹丕给予了他权力和发挥平台 说此刻司马懿就有反心 如何可能 此刻司马懿的身份是忠臣佳能臣 这两种身份就注定了他根本不怕曹丕 我一天到晚 为了你曹丕的大卫天下 都忙得脚丫子朝天了 凭啥还怕你 正是在曹丕时期 司马懿才通过完命工作 积累起了巨大威望和人气 能力也得到曹丕的认可 并深受以重 故而曹丕死前 把司马懿列为脱股名单 太正常了 司马懿怕不怕曹瑞 就两个字 真怕 之所以说司马懿真怕曹瑞 是因当时的司马懿 已经成为了曹卫的顶梁柱 尤其是在曹真去世后 整个曹卫除了司马懿外 就找不出第二个能抵挡诸葛亮的人选了 这种情况下 就注定了司马懿高处不胜寒 深刻体会到了半君如半虎的滋味 毕竟曹操时期的后起之秀 备受培养 曹丕时期的能臣重臣 备受以重 可如今司马懿却成了曹卫救星 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自然都会用放大镜反复放大 甚至不排除鸡蛋里挑骨头 对此司马懿岂能不明白 我又不姓曹 还是门阀士族的带头大哥 更肩负着曹卫安危 可曹瑞这位爷 既有雄才 又猜忌 阴狠 稍有差池我就是万劫不负 因而曹瑞时期的司马懿 变得异常乖巧 你曹瑞让我领兵 我就领兵 让我交权 我就交权 让我养老去 好 我就养老 只求活命 所以 面对曹操 曹丕和曹瑞 司马懿最怕曹瑞 虽这个答案有些让人意外 却又在情理之中 毕竟地位使然 司马懿不敢不怕 否则后果就是三族被杀